有民眾替返台居家檢疫的妹妹送餐 那麼當時只是很單純的把餐點放在門口 兩個人完全沒有見面接觸過 但是竟然也被傳染 這冷氣房它的室內壓力會大於外面的總道 所以當我們開門那一場 病毒就會順著氣流到外面 開門關門可能就會讓氣流從室內跟室外進行一個交流 它也會沉降在環境當中 這是過去香港也有做過研究 當指標個案待在房內檢疫 只要室內窗戶緊閉 就會導致室內壓力大於門外 所以門一開病毒就會因為空氣動力學 大量噴出門外 中午要出去買午餐 都要走到滿遠的地方 要走到校灣 這樣還滿方便 我中午就不用走出大樓 還可以送到我的門口 坐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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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